仗着仙尊看不见我 我对他又亲又摸 吃豆腐的一千种方法都凑齐了 正准备开溜的时候 被他困在了法阵里 他换我名字 落在我唇边的吻颤抖又炽热 正文开始 我死了 男主沈灵是我师兄 我是他的工具人间发妻 日常摸鱼 随便嫁人 没想到嫁了个主角 结婚当天 突然觉醒的男主参破大道 一剑把我捅了个对穿 完美退场 但出了点小岔子 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没死透 以魂体的形式成为了沈儒记的跟班 沈儒记是我和男主的师尊 修仙界的大佬 虽然不清楚他为什么没有飞升 明明至今世间未逢敌手 我一开始以为是黑白无常也在摸鱼 等了七天也没人来抓我 更奇怪的是 我发现自己不能离开沈儒记一米的范围 那可真是 太爽了 人间理想沈儒记 九亿修真少女的梦 偏偏他身居简出很少露面 算起来 我应该是和他关系最亲那一个了 我入门时修为低 再加上开窍晚 前妻都是他手把手教学 沈儒记一身白衣 站在三月桃花树下 直接分明的手按着我的手背 教我如何出见 粉红色的花瓣 促促落满衣衫 仙人下凡也不过如此 那个温热又带着草木气息的 怀抱我记忆犹新 当时我鬼鬼祟祟的 想摸一摸他坚实的腹肌 只可惜有贼心没贼胆 等等 那个时候怂 现在我都死了 还怕个屁 我顿时有了底气 伸出手 恶狠狠的在沈儒记的腹肌上摸了一把 顺便掐了掐 嘖嘖感慨 不愧是修真界第一人 爱了爱了 沈儒记身子一僵 肌肉都绷紧了 这 这是看见我了 我脸色一绿 正准备藏到一边去狗一狗的时候 他又别开了视线 开始脱衣服 很好 有便宜 不战王八蛋 我迅速冲过去 站在旁边擦口水 真好看 富如宁之 爱了爱了 嘖嘖嘖 爱了 这紧实的腹肌是真实存在的吗 要是能舔一舔的话 我都不敢想象 我将会变得多么开朗快乐 要是此刻再加上滚落的水珠 真是杀疯了 沈儒记突然停住 起身去到了杯茶水 然后一个没拿吻 杯子落在他身上 洒落的水珠 从他的腹肌上滑落 映示了松松垮垮的 绑在胯间的裤带 是什么冲昏了我的头脑 是这铺天盖地的美色 我看的眼睛都圆了 色胆包天的 伸手想要摸一摸 嘖嘖感慨 没想到师父的身材 比沈灵的还要好 沈儒记原本红润的脸 突然变得铁青 搜了一下拉紧了衣衫 这是被发现了 我搭拉着脑袋很紧张 直到听见窗外 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师父 弟子沈灵特来求见 沈灵 这狗灯溪不是飞声了吗 现在听到他的声音 我还能回忆起 胸口被刺穿的痛苦 下意识皱紧眉 哭丧着脸躲在角落 沈儒记的脸色更难看了 不见 沈灵扬声 我找到可以复活师妹的方法了 我看了看魂体形态的自己 实在是没什么兴趣 当然还要修炼 受苦受罪 还不如当个阿飘 现在 沈儒记的房门 我说近就近 沈儒记的肉体 我说摸就摸 爽 沈灵的声音很痛苦 师父 震魂灯的油药耗尽了 再不行动 满满他就真的 我听了都恶心 白眼翻上天 罪魁祸首这是演的哪出 沈儒记的视线 似乎往我蹲着的角落里扫了一下 然后突然笑了 真是虚伪 先杀后就 沈灵 你也配提起满满的名字 骂得好 我满意点头 进试门之前我没有名字 也不认识字 最擅长的只有与野狗抢食这一件事 是沈儒记伸出手 摸了摸我的头 那便叫满满吧 日后世事圆满顺遂 我至今 记得他掌心的温度 还有当时桂花落在他的发烧衣领 他垂眼轻笑的样子 仙人扶我顶 结发受长生 但是沈儒记很忙 人间正道的事 好像全落在了他一个人的肩上 闭关修炼和下山停乱是常有的事 偶尔腾出时间 他会站在一旁冲我伸出手 让我展示一下心法 教我剑术 更多时间 我只能跟在沈灵屁股后头练剑 仔细想想 沈灵那个时候对我也挺好的 我天资不够 练完剑之后 为得要命 醒来时 总能在床头 看见他送的小礼物 有的时候是草边的蚂蚱 有的时候是一块香香的糕点 我从来没有收到过礼物 那些东西被我妥善的收好 现在被翻了出来 沈灵说 想要复活 要找到我和陈氏羁绊最深的东西 于是他们找到了 我藏在床底下的木箱 沈儒记看着那箱子里的东西 浑身一震 像是被闪电击中 脸色很难看 这是满满真实的东西 他声音很雅 这都是我送给他的 我还以为他不喜欢 什么 这些都是沈儒记送的 我一瞬间 甚至忘记了恐惧 咬牙切齿的冲向沈灵 我当初说谢谢你的礼物 你为什么要默认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 我和他的关系 不会越来越亲近 沈灵 你这个 我绞尽脑汁想骂 还没等我憋出话来 沈儒记常见出窍 朝沈灵刺去 见任之间 发出零零之音 冷气森然 沈儒记的声音 比见名声更冷 忘恩负义 自私怯懦 沈灵 我最后悔的是 就是收留你 让你骗得满满 沈灵应付得很吃力 左之右触间听到这句 突然笑了 师尊 你有什么资格骂我 你没骗吗 沈儒记的脸色 一下变得苍白 我张牙舞爪地 跳到沈灵身边 狠狠挥拳 闭嘴 不许你污蔑师尊 沈灵看不见我 他按住左肩的伤口 笑容嘲讽 师尊 你骗得过满满 骗不过我 我更气了 恨不得咬死沈灵 这是什么鬼话 怎么还踩一捧一扁低我之力 沈儒记身形一动 捏住了他的衣领 手臂轻轻鼓起 闭嘴 沈灵呼吸都不顺畅了 还在笑 师尊 勇师所爱的感觉 怎么样 看着沈儒记 一瞬间苍白下来的脸色 我心里也有些难受 虽然不知道对方是谁 但是看沈儒记此刻的表情 我默默背过身 这种八卦我还是不听了 耳朵堵住了 但是没堵死 还是好奇 只可惜 他们两个没有再说了 沈灵喘得粗气 笑声粗哑难听 至少现在我们的目的 都是一样的 师尊 满满是我明媚正娶的妻子 我要救他 我站在一边没有说话 沈灵口中的明媚正娶 其实也挺讽刺的 他当时求娶我的时候 我并没有答应 纵然有那些小礼物 有那些朝夕相处的时光 我也只是把他当作 我尊敬的师兄 没有生出半点疑你的心思 但是他一句话 就戳中了我的命脉 他说 师徒恋情不为天地所容 若是师尊知道了你的心思 你觉得你还能待在这儿吗 我自认为 把心思藏得很深 藏得所有人都不会发现 甚至有把握 永远不会被沈如记知道 可没有想到 我自以为是的伪装 在沈灵眼里 根本不堪一击 沈灵拉着我的手 满满 嫁给我 我可以帮你保守秘密 还能让你继续留在师门 留在师尊身边不被发现 满满 求娶你之前 我已经去向师尊 顶明了自己的心意 你猜师尊说什么 他说 他看着你长大 相信我们二人 定会是良配 沈灵的声音 和往常一样温柔 就像平日里和我打招呼 直到我心法那样温柔 说出来的话 却像是免里针 往我最害怕的地方炸 我不知道 是他的威胁起了作用 还是他转达的 沈如记的那句祝福起了作用 我浑浑噩噩噩地点了头 当晚去了 沈如记闭关的石洞 我说 师尊 我要和师兄成亲了 叶峰带着厚重冰冷的路珠 想刀弯在鼓缝里 不知道等了多久 等来沈如记的一句 恭喜 我忘了自己 是怎么行李退下 连玉剑都忘了 一步一步走下山 闭关的主峰下来 一共有36242级台阶 我一步步往下走 距离越来越远 像是声声割断了某种羁绊 仔细想想 其实我和沈林 也并不是没有幸福的时候 当时从主峰下来之后 沈林就守在我的院子门口 她似乎是一下子看破了 单膝跪地 把自己的那把本命剑双手 称给我 满满 其实你进师门那日 我就对你一见钟情了 我以本命剑启示 此生绝不负你 我不知道那一刻我是否心动了 只记得当时很累很冷时 沈林握着我的手 传来玉贴的暖意 那一刻 我握紧了她的手 她带我下山去买嫁衣 成衣店的掌柜 一边给我们量身形一边夸 说我和她是狼才女帽 天人之姿 沈林笑得像个大傻子 付钱的时候多给了一定银子 说是要让大家都沾沾喜气 可最后 那把本命剑却贯穿了我的胸口 我看见沈林面无表情地握着那把剑 满满 世间情爱令人换得换失 没意思 既然你不爱我 那便助我非生吧 我毫无防备 也无处可躲 等到再次醒过来 就成了现在这副样子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能离开沈如记一米之外 沈如记似乎理智回笼了 收回本命剑 满满的 满满呢 我猜她想说的是失手 但到底还是没有忍心说出口 沈林带着她来到了侧风 一直到走进院子我才意识到 这里是当初我和沈林的婚房 房檐上还挂着红色的灯笼 贴着大红喜字 一切都没有褪色 似乎也一切都没有改变 我看着皱眉 凸上去想把那张暗眼的喜字撕下来 看着怪恶心的 但我的手穿过了那张燕红的纸 我愣了一下 还没来得及反应 床上那些东西忽然烧了起来 不一会儿就变成了灰烬 沈林来不及阻止 瞪着眼睛 这时候我和满满的婚房 就连这些都是满满亲手贴上去的 师尊这是什么意思 他胡说 这些都是他布置的 沈林当时说个忍心看我操劳 所以婚事一切交给他来操办 我只要乖乖待在院里休息就好 沈如记面无表情 满满不喜欢 他的语气太笃定了 我甚至怀疑 是不是自己刚才撕红纸的动作被他发现了 但我在沈林面前 疯狂甩他耳光 也不见沈林有任何反应 他应该是看不见我的才对 想到这里我又安下心来 毕竟成为魂体之后 我可没少占沈如记的便宜 他要是能看得见我 那我和当中拉石有什么区别 晚节不保我嘎了算了 哦忘了我已经嘎了 我垂下眼 有点不想跟着他们进去了 不用看我也能够想到 被一见穿心 我的死相肯定很难看 沈如记把我捡回去的时候 说我瘦得像只小猴子 我总后悔自己没有给他留下好印象 现在更惨了 希望他到时候看到我的惨样 不会做噩梦 不管愿不愿意 我只能跟着沈如记 但情况比我想象中的要好 一推开门 没有想象中的血腥气 我看见自己安安稳稳的躺在冰棺里 连唇边的血迹也被擦拭干净了 唯一隔印的是 还穿的那件嫁衣 我蹲在自己的冰棺前面 总觉得这个画面分爱诡异 虽然知道他们看不到我 但我还是忍不住吐槽到 看着真的挺怪的 这衣服其实也不大 要是能换一件就好了 比如我最常穿的那条白色长裙 那条长裙是沈如记给我买的 那条裙子的衣袖上 绣着桃花样式的暗纹 和沈如记长袍衣摆出的花纹一模一样 穿上那条长裙的时候 我会故意上前几步 和他并肩而立 正出神 沈如记突然伸出手 按住了我的衣襟 满满不喜欢这身衣裳 换了 沈灵伸手拦住了他 咬牙切齿 师尊这样随便动我夫人 不好吧 沈如记冷冷将他弹开 你该感谢自己还有点用处 否则 你早已经死透了 嘖嘖嘖 这句可真帅啊 我忍不住吹了个口哨 沈如记的耳垂红了 怪了 我总觉得他好像看得见我 但想想这些天 我一直在吃他的豆腐 以师尊这种古板的性格 真要是能看得见 估计早就揍我了 要是他知道自己的徒弟 对他心思不纯 不知道还会不会这么费劲巴拉的 想要复活我 说不定等我醒了 又捅我一箭 我自嘲的撇撇嘴 半撑着脑袋继续欣赏自己 当时被一箭捅穿 除了我确实打不过沈灵这个原因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 说来挺丢人的 我当时在给沈灵这个狗灯细绣香囊 因为他前一夜喝醉了之后和我抱怨 说从来没有收到过我的礼物 我挺愧疚的 所以用我为数不多的本事 打算给他绣一个 结果还没绣完 我嘎了 真是男人三分罪 演到你流泪 很快我就知道了 沈灵究竟还有什么用处 招魂阵 需要亲人的血作为影子 我无父无母 算下来 只剩下在三生石上 和我一起刻了名字的沈灵 是我的亲人 挺荒谬的 我盘腿坐在一边 看着沈灵和沈如记招魂 本来一开始还挺紧张 毕竟要是真的复活了 以我的本事也打不过沈灵 到时候只能三个人大眼瞪小眼 想到已经脚趾头扣地了 哦 忘了 我现在是魂体 扣不到地 我安心等着自己复活 可惜 沈灵脸色都发白了 血躺了一地 毫无用处 要不是摸不到食物 我真想磕两把瓜子看热闹 沈灵看上去 已经有些崩溃了 没有用 为什么会没用 我和他上了三生石 我和他才是最亲密的关系 我后悔了 我明明后悔了 沈灵印象稳重 这还是我第二次 见到他失态的模样 第一次就是那晚喝醉了之后 所以我对他再也生不出半分同情 沈如记语气嘲讽 有些事后悔也没有用 沈灵似乎忘了自己的手 还在流血 又划出了一道口子 朝着阵法滴血 他语速很快 更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当时只是太生气了 我想 明明我和满满相处的时间最长 为什么他只看得到你 我这么想着 喝了很多酒 然后 听见了心里的声音 既然满满不爱我 那我又何必总是凑上去献殷勤呢 以写寄件 直接飞升 这是修道的捷径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沈如记的长剑出鞘 静止穿过他左边的肩胛骨 把他牢牢地定在墙壁上 像是射杀一只飞虫一样简单 沈如记眉眼都没有台 声音很冷 被心魔操纵 没用的东西 多么简明恶药的骂人语路 不愧是师尊 我的醉酱屁 沈灵唇色都白了 扯出一个笑容 那又如何 我再怎么没用 也是天道选中的人 相比之下 我更好奇的是 师尊 你为什么还活着 沈灵反手握住沈如记的手腕 试图挣扎出一些空间来喘息 明明处在下风 脸上却全是恨意 明明你该和满满猪胎案结 我被迫杀其正道 你的成就 你的声望 都应该属于我 我瞪圆了眼睛 一时间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沈如记的脸色 是从未见过的慌乱 他朝我在的方向看了一眼 然后迅速挪开视线 我回想起 被捅穿时走马灯一般掠过的几段文字 脑子都有点转不动了 现在是什么情况 全人都知道 我是炮灰 只有我自己这个炮灰不知道 还有 沈灵这话是什么意思 听上去 沈如记是个反派人设 我脑子里乱七八糟的 塞了一大堆有的霉的 完全忘记了反应 渐渐的感觉到 自己的手好像凝出了实体 虽然只有一瞬间 但我看得很真切 沈如记突然一甩 沈灵被狠狠的砸在墙壁上 然后摔在地上 像是被扔出去的垃圾 他唇边带着血 笑容越发得意 师尊 你果然杀不了我 但 男主角了不起啊 我咬牙切齿 臭渣男 你得意的屁 一边说 一边飘过去 狠狠的甩了沈灵两个耳光 我当然知道屁用没有 但是杀了自己的仇人 就在眼前 确实很难忍得住不动手 沈如记突然笑了 身后的长剑 幻化出剑语 直直的朝沈灵飞去 勉强躲掉致命的攻击 被飞去的长剑给插了出去 沈如记在一仰手 大门关上 沈灵彻底被隔绝在外头 不得不说 世界清静多了 我犹豫了片刻 还是鼓起勇气 走向自己的冰棺 我抱着膝盖坐在一边 不知道沈如记抽什么风 坐在了冰棺的另一边 我们俩一抬头就能看见 中间还隔着我的尸体 好诡异的体验 沈如记沉默地看着 就在我以为 他会不会已经偷偷睡着了的时候 他突然伸手 须须地悬在我的胸前 然后那件暗眼的红色喜服 就变成了一件白袍 沈如记的笑容里 带着难眼的苦涩 其实我早就准备好了 但一直不知道该如何给你 本来是想作为生辰贺礼 顺理成章地送出去 结果我出关那天 听见你说 你要和沈灵成亲 你猜我当时在想什么 还能想什么 肯定寻思着 我疯了呗 横竖我现在就是个阿飘 谁也看不见 听不着 我叹口气 倒不是我恋爱脑 沈灵之前真的对我挺好的 除了李屋那件事 是他骗了我之外 平日里 他确实是一位好兄长 沈如记环顾四周 我记得当时 把你带上山的时候 你像头鸡井的小兽 我当时就在想 要是我早一点 发现你就好了 早一点把你带上山 不让你在外头 流浪那么久 让你做一个快乐的小姑娘 后来 看你和沈灵相处 我又在想 是不是只能按照 天道的安排走下去 我们三个人的结局 真的没办法更改吗 所以我躲着不见你 我想 如果不见你 天道写的那些事情 都不会发生 你或许就能活下去 不是作为任何人 非生的戾气 而是作为你自己 好好地活下去 信息实在太多了 我表情错愕 听着沈如记继续说 他却突然岔开了话题 你第一年生辰 我学着山下庆祝的方式 给你做了一碗长寿面 可你更爱吃 沈灵给的桂花糕 我眉头紧锁 因为我以为 桂花糕是你给我买的 我记得 那是我第一个生辰 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 我就在等 但是等来的只有沈灵 她衣衫上还沾着灰 看上去有点狼狈 她壮丝无意地问我 师妹 面条里放几个鸡蛋合适 见我一脸困惑 她看着还有点不好意思 我听山下的人说 生辰日要吃一碗长寿面 希望你不要嫌弃我的手艺 我没有注意到 她透着冷意的眉眼 光顾着兴奋搓手 我听说师尊也出关了 我 她 就是 有没有 明明是早已经排练了 无数遍的话 却还是被我问得颠三倒四 沈灵半眯着眼睛 笑意不达眼底 师妹是想问 师尊有没有给你准备礼物 对吧 见我点点头 她轻笑一声 师妹只惦记着师尊 真是伤了我的心 师妹莫不是 喜欢师尊 她一句话 差点把我问得紧张无比 呵呵巴巴 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沈灵还是那副笑眯眯的表情 师妹紧张什么 我开玩笑的 她似乎并没有发现 我的不对劲 放心 师尊对弟子一向很好 我猜 今年她也会买桂花糕 到时候我端过来给你 结束之后 我才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 我光惦记着桂花糕 甚至都没有在意 沈灵口中的那碗长寿面 但当我向沈灵道歉的时候 她很温和的笑了笑 没关系 师妹更喜欢吃桂花糕 我记住了 我心里更加羞愧 师兄 那碗长寿面你 你给我吧 我还能吃 沈灵摇摇头 真的没关系 我已经倒掉了 而且 就算重来一次 师妹肯定也会先选择 吃那些桂花糕的 对不对 我老老实实的点头 只要想到桂花糕 是沈如记给我买的 就算在意你 我都吃得下去 完了 更愧疚了 因为这件事 我跟在沈灵身后 扶小坐低了两三天来赎罪 结果现在看来 是沈灵一口气 骗了我们两个人 但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真是想不明白 沈如记缓缓站起身 我当时想 大概是我有意疏远你 所以你顺理成章的 喜欢上沈灵 我真的以为 你们两个是互通情谊 所以 就算心里再怎么难受 我还是同意了 但我却没有想到 沈灵也是早就知道 天道安排的人 她被心魔蛊惑 最后还是走上了 杀气正道的路 我呆愣愣地 听得沈如记喃喃自语 有那么一瞬间 甚至觉得 和她对上视线 看见了她那双深邃的眼眸里 沉沉的悲伤与后悔 像是一片海 要把我溺毙在其中 沈如记突然伸手 掌心须须地 落在我的脸颊边 明明已经是魂体了 我却好像能够感觉到 她掌心的那份温热 几乎要灼烧我的灵魂 我甘笑两声 也学着她的样子 伸手挥了挥 试图安慰自己 肯定看不到我的啦 只是巧合罢了 沈如记声音如常 直到你成亲的那天晚上 我都一直认为 你是心悦沈灵的 所以我告诫自己 一定要忍耐 告诉自己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我没有资格插手 我也不应该为了 自己的私欲 来破坏你的生活 但是我错了 你知道我是怎么发现 我错了的吗 我一时间被我反应过来 下意识顺了她的话往下问 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 你不仅在偷看我 而且还偷亲我 我的嘴比脑子快 是要为自己的清白作证 谁说的 我没亲上 我当时是想亲来着 但你躲了一下 我也吓了一跳 就没亲上 说完之后 我突然意识到了不对劲 沈如记说的 是我作为魂体时候的事情 而且 刚才我和她盛世对话了 我瞪圆了眼睛 伸出去的手都在抖 你 你 我 你能听得到 不对 你早就看得到我 沈如记缓慢地 坚定地点了点头 砰的一声 好像有什么 在我脑海里炸开了 再回想起这段时间 我仗着沈如记看不见我 对她又亲又摸 还时不时口出狂言 比如 这么好的胸 就是要来给人摸的 没想到 师尊这么清白的一张脸 身子却让人变得不清白 师尊 嘿嘿 看看身材 平时吃得挺好啊 这和我当众拉屎 毫无分别 尴尬像潮水 直接把我淹没 沈如记垂眸轻笑 长长的雨节颤动 那一点艳色染上脸颊和耳垂 连眉眼都变得温柔动人 我没有躲 我当时 只是有点不好意思 B 毕竟当时清天白日 你 你行为未免太过梦朗一些 这样不好 沈如记表情严肃 认真的看着我 当然 我不是说你不能亲我 我 我也想亲你 但是当时在外面 影响不好 信息量实在太大了 我有限的脑容量 实在是无法消化 只来得及顶嘴 在外头有什么不好的 就算被人看到 又怎么样 我要亲的是你的嘴 又不是他们的嘴 几乎是这句话 砸在地上之后 我就后悔了 完了完了 做阿飘的这段时间 实在把我培养得太过狂野了 当着沈如记本人的面 也敢肆无忌惮地胡言乱语了 我正要所没搭眼道歉 沈如记突然笑了 他的手还是虚虚地贴在我的脸上 似乎有温度 又似乎只是一片虚无 满满 谢谢你喜欢我 沈如记身后的本命剑突然出窍 被他牢牢地握在手里 谢谢你 喜欢我这样的胆小鬼 我一愣 眼睁睁地看着他握着剑 反手划开了自己的手腕 鲜血下落 突然悬浮在空中 显出一个泛着金光的阵法 我这方面的修行天赋不高 只能勉强认出 这似乎是巨魂的阵法 和刚才沈林的那个有相似之处 经历了刚才的那次失败 我本来并不抱什么希望 可随着三滴血剑落在阵法上 我渐渐感觉到 自己的手慢慢地凝出了实体 周围呼啸的风刮过指尖 带来了微凉的触感 而这份久违的触感 就是阵法成功了的证明 我呆呆地看着自己的手 又狠狠地摸了一把自己的脸 沈如记握着还在流血的手腕 笑意明朗 满满 现在可以亲了 这 这还亲个屁呀 歇腰 我还要脸 确定自己不仅已经明魂成功 而且一根头发丝都没有少之后 我又看了看还躺在冰棺里的自己 心情不只是复杂 甚至能用诡异来形容了 琢磨了半天措辞 我这是死了 但没死透 沈如记垂谋 这是骗过天道的最好方法 你还记得你第一天入尸门时 我给你的玉佩吗 那里藏着灵魂的阵法 难怪我死了之后 魂体只能围着你打转 沈如记的表情有点委屈 你不喜欢这样吗 还是 你想围着其他人 他语节颤巍巍的 看上去好像只要我一点头 他就会委屈地哭出来 我连忙摆手 倒也不是 主要是当时围着你 只能看不能吃 对上沈如记泛红的脸 我伸手捂住嘴 要不你再搞个法阵 让我哑一段时间吧 实在是前段时间做阿飘 做得太过肆无忌惮了 我这张嘴啊 现在好像已经不是我控制了 沈如记牵住我的手 现在能吃了 我没吃 我还有理智 更重要的是 我觉得沈如记有事瞒着我 提前准备好的玉牌 需要鲜血开启的拘魂阵 还有费尽力气 想要瞒天的天道 沈如记绝口不提这些事情 究竟有多么困难 他到底筹谋了多久 越是遍而不谈 越是需要深究 所以我借口要给他找到包扎伤口 果断出门 找到了沈林 太久没有用这两条腿走路了 我总觉得别扭 歪歪斜斜地扶着墙走了半天 在院子门口看见了沈林 一身酒味 臭气熏天 我捏住了鼻子上前 用鞋尖踢了踢沈林 他最眼朦胧地看向我 突然笑了 伸手抱住了我的脚踝 脸贴在我的裤脚上 蹭了又蹭 师妹 你总算来找我了 他的声音好像都充斥着酒气 说话颠三倒四的 但你一着眼睛 似乎还没有反应过来 惊喜是何年 笑容甚至有点傻 明日就是我们成亲的日子了 我一时高兴 多喝了两杯 老实说 他要是不说这句还好 我冷冷地抽出脚 没忍住 还是踹了他一脚 没有成亲的事了 沈林 你是喝醉了 不是喝的时间回溯了 沈林像车咕噜似的滚了一圈 勉强直着身子坐起来 还是醉着 我好开心 满满是我的了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不是 从来都不是 我不属于任何人 沈林朝我伸手 固执地想要抓住我的衣角 满满 我就知道我能复活你 我们是上了三生十的 我不想飞升了 我们做一对神仙眷侣好不好 真是疯了 我后退一步 躲开了他的手 沈林 你忘了吗 我知道你的酒量 也见过你喝醉的样子 别装了 天边月亮的边缘 薄得格外锋利 像是要把夜幕 划出一道口子 风从林间吹过 带着凛冽的寒意 不知道沉默了多久 沈林突然笑了 手还保持抓握的动作 只是掌心空空如也 满满 你好偏心 我只是做错了这一件事 你就不愿意原谅我 他抬眼看向我 满脸不甘 沈如记这个懦夫 这些年都躲在角落里 明明心悦你 却什么也不说 你为什么还喜欢他 沈林 这不是在山下买东西 不是对比好处坏处 就能得出结果的 我捂着胸口 而且被常见刺穿的感觉 真的很疼 我到现在还记着 我不想的 沈林突然爆发 像是受了极大的委屈 天道设定就是如此 你知道我为了你付出了多少吗 那个宁魂阵法 若是你对我有半点爱意 你就能重新活过来 到那个时候 什么飞升修道 我统统都不在乎 他说的委屈又可怜 一往情深的看着我 沈林 你的感情里只有交换吗 因为觉得我不爱你 所以顺应天道 一键杀了我 反悔之后 又觉得是我不爱你 所以才不能复活我 从头到尾 你明明是凶手 却把自己说的那么无辜 我冷眼看向他 一字一顿 沈林 你这样只会让我觉得恶心 在沈林看来 我本来就该死 可因为他爱我 所以只要我爱他 我就能活下来 他的所作所为 不过是用爱给自己的自私 包裹了一层糖衣 恶心对于沈林来讲 似乎是对他打击极大的词 他的身形骤然垮了下去 挤出一个笑容 我们现在 只剩下这种话可以说了吗 那你觉得 沈如记又是什么坦荡小人 那你呢 我冷然地看向沈林 这些年 你利用师兄这个身份 又骗了我多少 那些礼物 在我第一次生辰时 耍得小把戏 沈林 你觉得你的爱就坦荡了吗 我顾忌世俗 沈如记顾忌天道 于是沈林从中作梗 把我们两个骗得团团转 沈林猛地一致 你怎么会知道 因为我一直在 我定定地看着他 像是说出了某种咒语 沈林粗然睁大双眼 仔仔细细地打亮着我 师神喊出声 你是魂体凝成的 老实说 我听不懂 我的阵法符咒 这一门课程 学得没有沈您好 但这正合我意 故作深沉地点了点头 我继续保持沉默 看向沈林 沈林一边念叨着不可能 一边冲上来 似乎想要翻找些什么 然后视线落在 我腰间的玉佩上 纵然震住了 就像是被贴了定身符一样 滑稽 没想到 沈如记竟然坐到了这个份上 哼 解命阵 难怪 他倒是真豁得出去 解命阵 你在说什么 我刚要继续追问 沈如记出现了 他看着还挺委屈的 不是说给我拿药去了吗 说完还晃了晃手 我这才发现 他的那只手臂还在渗血 除了那片烟红 那件长袍依旧仙尘不染 我咬牙 你就不能自己施法止血吗 你 沈如记垂下眼 长节看上去 还有几分湿漉漉的水气 看着真是可怜极了 本命见得伤 止不住 谁遭得住 反正我遭不住 我拉着他的手 那你怎么不早说 走走走 赶紧上药去 被晾在一边的沈林冷笑一声 世尊 没想到你也会耍这种把戏 沈如记面无表情 瞥了他一眼 早就会了 只不过那个时候以为没有用 毕竟满满虽然心软 但也不会轻易原谅 你心里很清楚的 不是吗 沈林像急了被踩着尾巴的狗 你表面上在躲避天道的安排 其实早就设下了阵法 就是想要陷害我 玉佩只是有备无患 沈如记冷冷地看着他 你心里很清楚 林林满满已经愿意和你成亲 林林你轻而易举 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 是你自己不知道满足 既想要飞升 又想要满满地陪伴 沈林 天道选中了你 是天道瞎了眼 你还想贪得无厌 真是蠢 我以为沈林婚前那晚醉酒 是真的觉得我委屈了他 是真的想和我好好过日子 直到刚才 我还以为沈林自我那一件 是因为爱而不得 心魔作祟 原来是因为他贪得无厌 醉酒 果然是男人最好的演戏搭子 想着睡应天道 一件杀了我就能够飞升 然后再用早就备好的复活阵法 隐瞒天道 和我继续做一对恩爱夫妻 我冷笑 沈林 你的计划可真是完美 天下的便宜都让你占尽了 可这世间 从来没有什么十全十美的事情 他这样做 只让我觉得恶心 无比恶心 沈林自嘲适的笑了两声 满满 我只有最后一个问题 究竟是因为沈如记 提前用了解命阵法 让你的魂体只能跟着他 所以你发现了 我做了那些事情 对我没了感情 还是 本来你就没有爱过我 所以我没办法用复活阵法 把你就回来 他仰着头 露出那一段脖梗 像是随时等待着 引颈自禄的鹤 我脑海里乱七八糟的 闪过很多画面 有一山如雪的沈林冲我笑 也有他低头指导我心法的样子 最后都落在 那把寒光四起的剑刃上 我俯下身 语气淡淡 如果你那天晚一点杀我 就会知道 我本来准备好了一个香囊 虽然只绣了一半 但已经是我女工的极限了 对上沈林瞪圆的眼睛 我点点头 是特意绣给你的 因为你当时说我从来没有 给你亲手准备礼物 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 沈林 我本来真的做好了 和你一起好好过日子的准备 可现在 我无比庆幸的一件 她斩断了 我正在萌芽的情愫 让我不至于像个傻叉一样 又丢了命 又丢了心 沈林呆愣地看着我 那句话对她来说 好像很难理解 以至于她看向我的眼神里 充满了困惑 困惑碎开之后 露出那层深切的痛苦 她赤红着眼睛 连手都在发颤 我 我不知道 我没有想到 我没有再说话 只是低头 不愿意再看向她 伴随着她哽咽的悲悯 像是被按住了命脉 那哭声不是从喉间一出来 更像是从身体里渗出来的 她大颗大颗的眼泪砸在地上 死死抵捂着嘴 那双眼睛盯在我身上 映如着张嘴 只有哭声 没有其他声音 我别开视线 看向远处那轮即将下落的月亮 沈林 你别哭了 你现在哭 我也只会思考一个问题 你是因为后悔吗 还是单纯地觉得 明明马上就能得偿所愿 却奇差一招 所以心又不甘 连最后的一点信任都没有了 我和她早已经走到了尽头 之后我再也没有听到沈林的消息 人们都以为她成功飞升 去了人人向往的仙界 只有我知道她到心崩坏 没死已经是天道开恩 至于沈如记 她像往常一样 偶尔下山停乱 回来的时候给我带点小玩意儿 更多时候 她守在我的院子门口 和我一起 帮我凝魂助体 虽然沈如记自己不愿意说 但我翻越藏书阁 找到了解命阵法的解释 用自己的命术作为媒介 为宿主换取改名的机会 致知死地而后生 然后和宿主共享寿命 魂体凝成的那一刻 就意味着在天道眼中 满满已经是一个死去的符号了 我逃脱了天定的设定 可以为自己而活 而沈如记以命作解 将自己的寿命分了一半给我 从此 我生他生 我死他亡 这大概是他 做得最疯的一件事情 更疯的是 这个阵法他在见我的第一天 就附在玉佩上赠给我 沈如记总说 他当时为了不走上天道设定的路 有意对我避而不见 但所有的心思 其实早就暴露在了 初见的这枚玉佩上 沈如记还瞒了我最后一件事 解禁阵法及其损耗媒介的生命 如果我对他无意 甚至可以直接将他的命 全部划成自己的 他什么也没说 以为我毫不知情 然后用再随意不过的姿态 把全部的自己放在我的掌心 不留一条后路 重新从阵法中出来 彻底拥有实体的那一天 沈如记扣住我的腰 慌乱炽热的唇 落在我眼角眉梢 最后庄重地抵达我的唇角 克制着不敢再向前一步 我扯住他的衣精 之前魂体的时候 就一直想做一件事 师尊会满足我吗 他的声音有点哑 像是在胸腔滚动 会 我点起脚 迎上他的唇瓣 狠狠地咬了他一口 直到唇舌间有了血腥味 才松口 沈如记 你的命是我的了 沈如记眼神很暗 像是蓄满了水的深潭 唇边还沾着艳丽的血色 声音音哑雅 求之不得 月光落在门外 那棵桃花树上 花瓣和月色缠绕 我定定地 看向沈如记那张精致温柔的脸 沈如记垂眸低头 如水的眼眸射住我 和那年花瓣速速落满衣衫 冲我微笑的少年别无二致 晚安